首先的话其实也可以分成两阶段 但是一个是前面,一个是后面 所以我们先解决前面的 第一个字怎么抓呢? 当然你可以用MID 不过这边用Labs可能会比较简单 Labs怎么用? 其实你就按照他要什么? Labs 两个 一个是什么?Test Test在哪里? 资料 你的文字在这里 你会发现他抓过来是吴博威 Lumber choice又出现过 意思有几个字? 我要一个字 按确定的话 他会得到什么? 吴 后面加什么? 如果男生的话 那就串一个先生 反之就是女士 怎么串? 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后面要串资料的话 请你记得一个符号叫AND AND就是 你要把这个文字 后面再串一个文字的话 可是问题哦 我们现在不是说 直接串一个先生吗? 那当然还有可能什么? 当然如果你现在打一个什么 先生的话 他变成什么? 按确定 你可不可以串? 可以串啊 只是说变成全部都是 都是先生吗? 不对啊 有可能是女士嘛 对哦 所以呢 如果你的条件很多个的话 那你就是记得哦 你可以在这边哦 我把这个先剪下 先AND 然后呢 请你在前面这个下拉清单里面 找到一符 特别说 如果你第二次以后使用那个函数的话 请你利用下拉清单 这边哦 他会把这个一符 帮你放到这里来 并且跳出那个对话的方块 所以哦 AND 点一下 打一个一符 点一下哦 你会看到有没有 这个时候他把一符放在这里 然后呢 逻辑是什么呢? 如果呢 什么呢? 如果这个储存格 所以你就点一下这个 如果这个里面的储存格的资料等于什么呢? 等于男生的话 所以男 一样前后一定要双以后 打一个男 如果这个条件为True的时候 那请你帮我在True的地方放先生 反之呢? 那就女士 有没有 OK 好 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公式就打完了 应该可以看懂的意思 这不困了 按确定 好 那这样向下填满 两朋友就OK了 所以特别注意哦 其实分两段 也主要就是说前面是 Let 这个Let 然后后面的话记得是加一个AND的符号 主要是 因为我要再串一个什么? 串一个字串 OK 好 这个地方的话呢 完成之后 再来呢 那这个公式其实云端上也有了 所以将来如果你要找答案的话 云端白板 文字与资料函数 第一个嘛 这个打开 里面呢就会有我刚刚讲的一些 像IPT啦 像这个刚刚这个什么 身份字号 然后还有这个刚才打的 一模一样 那其他还有判断内码 这个我想就自己再试试看嘛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直接来看综合练习 就这个问题 就这个问题 那如果我想要怎么样 把刚刚的东西串在这边的话 该怎么串 等于 开头一定09 等于09 一定是前后双一号 end 这个电信业者 先打勾好了 09 然后后面的话呢再一个简号 end 再一个简号 然后呢 你当然 跟各位讲一下 你不一定要从头打到尾 你可以先一边打一边打勾 不然的话我怕有些同意全部打完之后打勾 错了 不知道错哪里 ok 真的太难找了 倒不如你一边打勾一边看 错了马上就先修正再说 再来的话呢 后面加什么 加上84吗 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你把84过来的话 它会少一个字 因为要3 那你总不能说呢 哦我前面串一个08 然后end 这样 084 对 但问题你向下填满 多一个 ok 所以怎么办呢 咦 想什么方法 最简单 这个就是自己要想 没有标准答案 但是你要想一个最简单的答案 你可以用逻辑判断 可以啊 一辅 如果它的长 L E N 如果它里面的长度 如果不等于3的话 那我就加 但你可以用TES 啦 如果TES 等一下可以讲 我们先用R E P T加 但如果你用R E P T加 L E N的话 要怎么做比较简单 有没有 Repeat 几个零 嗯 Repeat 意思就是说 Repeat 这个地方就是补几个零的意思 那补几个零的话 你可以用 一定要三个字 有没有 所以你可以用什么3去减掉L E N 我们刮胡 把这里面的几个字 放过来 如果是两个字的话 原来它是84好了 那就3 减掉2 一个 如果这个地方是7的话 那就是3减掉1 等于两个 补两个零 那这个地方怎么补 请各位先试试看 来 画面先还给各位 已经在 在接近完成了 可是问题就是 一定要补 几个零 那当然我们可以用R E P T来完成 那怎么做 一样的方法 AND 后面如果 大概有几个方法 你可以自己打R E P T 直接打在这边 然后刮胡 可是如果你不熟悉这个方法的话 一样 AND 之后 你可以在什么 在这个邮标放这边的时候 你点一下这个 因为 前面有 已经有公式了 之后的话 我是建议你都是用 从前面的下拉清单 先选 比如说R E P T 他会把R E P T放在这边来 那并且跳出 之前你熟悉的这个 填资料的画面 那TEST的话是补什么 补什么 字串 补什么字 补零 OK 那补零的话记得 前后一定要加双引号 为什么要TEST 那补几个 补几个 用3去减 3减掉 这里面有几个字 那用L E N L E N 前刮胡 然后跟他讲说 你去帮我算一下居士 所以点一下居士 这边过来 后面后刮胡一下 那你会发现 这里面居士有两个字 所以你会发现用3去减 意思说 要补几个0的意思 补一个0 所以按确定 有没有一个0 然后呢 后面再把84放到后面去 所以 再点一下 AND 再点一下居士 有没有 打个勾 领巴向下填满一下 这个点 空点点两下 点两下就向下填满 底下 应该没问题了 好 那再来的话呢 这个末码跟趋码规则一样 所以 比较聪明的做法是什么 AND 不用 不用AND 直接怎么样 从那个 这边有没有 从哪里 因为还要减 所以呢 后面一定要AND 然后这边有AND 你从这边AND 一直到G4这边复制一下 做什么呢 贴到后面来 然后把这个G有没有 改成H 把这个G改成H 意思就是说 帮我改成这个 不是这个 这个 规则一样 打勾 下下填满 这样子就大功告成 OK 应该可以看懂我的意思 但是 其实当然还有更简单的方法 因为其实 用REPT 加LEN 其实感觉好像绕一圈 好像感觉用三去减 这样规则好像不是很聪明 OK 不过跟各位讲 真的像这个解答 最早也是某电信公司 他们内部 客服人员一定要贵的 然后他们内部就是要求 客服人要学这个公司 后来 大家想说 这样好像没有很聪明 另外一个方法 其实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直接按右键出尊格 把什么呢 把这边制定一下 制定特别注意哦 数值本来是通用 改成制定 那你只需要什么 把它改成000 按个确定 你会发现080 有没有 那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要真的把它变三码的话 其实这边 等一下会跟各位讲 你可以多学一个函数叫TEST TEXT 再文字哦 有没有 往下找 TEXT 这个函数呢 非常的重要 因为如果你会的话 这个方法会更简单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利用REPT 加上LEN函数 试试看